以下嘉宾访谈环节是由闲市金融有限公司为您带来 闲市金融是加拿大成功人士理财规划的首选 好的 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各位嘉宾访谈环节 那么最近这两天可以说是气温是有所回升了 那我们的春暖花开的日子渐渐的是向我们走来了 那本来三月就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日子和一个季节 那其实我们在多伦多大多地区的华人机构的各种活动也是可以说开始活跃起来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密西沙加市新天地文化中心的两位负责人 请她来给我们大家来谈一下新天地文化中心最近的一些情况和一些活动好不好 两位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首先能不能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我叫宋燕 我是新天地文化中心的秘书长兼活动策划 这位是古亚川先生 他是文化中心的主要活动负责人之一 两位好 首先非常感谢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密西沙加新天地文化中心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呢 就是很多朋友啊 就电视机前的朋友 虽然是我们是老朋友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或者一些新的移民啊 来到刚刚来到加拿大不太了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新天地文化中心呢 它是一个文化平台 它是由安省延宁草基金会就是Antarial Tradium Foundation 它给我们三年12万的加币的资助 帮助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服务于华人社区的这么一个文化平台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说弘扬中华文化服务华人社区 并且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促进这个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是于2013年的1月1号正式对公众开放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每个周末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个文化活动 吸引了非常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 那我们的这个机构是不是主要还是在这个密西沙加市 对 我们这个机构是在那个密西沙加Square One的南边一点 是在Tandas和Ferentario的交界处 那看来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团体 对 一年多吧 那听说就说我们的这个康尼部长上周也是访问了我们的这个文化中心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文化中心也是非常荣幸受到了这个联邦这个部长的关注 康尼部长Jason Kenney先生呢 他是就业与社会发展部兼多元文化部的部长 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一个加拿大的联邦部长 他对我们的文化中心的这个文化活动非常的关注 他就是在2月9号上午到达文化中心进行一个参观访问 另外呢我们在利用这个机会呢 就是对文化中心对他进行了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了 另外向他宣传了一下 讲解了一下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一个理念 对这个中华文化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西方文化 这个融合方面的这么一个一些想法 当时他非常受触动 我们一个一位主要活动负责人宋国中先生 他给康尼先生做了一个portpoint的一个展示 他首先就是说告诉康尼先生 中华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呢 他不是指瓷器他不是说China就是说瓷器 而是说中字在古汉语中它是表示一个人的生命承接天地 那么华字呢就表示树木开花为华 那么中华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一朵内在的生命之花的绽放 就是说中华不是指瓷器 是指我们内在生命之花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朵生命之花 那么就是说当时他非常受感动受触动 他也表示不光是中国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朵生命之花 每个人都要去绽放自己的生命 那说得非常好啊 点评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那我想就是看到一个这个这样的你们提供的一个新机啊 也是说最近的是从中国一就是进了一千本新书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必须要强调一下 我们文化中心呢有一个图书馆 有八千本图书那么这八千本图书呢都是由 基本上都是由中国长春市政府乔办乔务办公室 为我们免费捐赠的免费运输到加拿大的 就是说包括这个购书费和运费 他们全部都免费承担了 那表示对我们这个华侨在这个家国发展中华文化的一个支持 那么最近呢他们又免费捐赠了一千本 这次是我们又挑选了一些我们这个这个种类啊 像以前不太多的这么一些新的书籍的种类啊 比如说儿童读物啦 比如说这个教育方面啦 比如说这个中西方哲学啊 还有一些心灵提升啊 提高个人修养方面的一些书籍 还包括一些美术书法方面 摄影方面的啊 我们都挑选了一些啊 人家就为我们啊去采购书籍 然后免费运回来 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 嗯嗯 那么这些书啊 那我们的这个公众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啊 这些书籍大家可以去文化中心啊 的图书馆去进行借阅啊 我们会要求大家提供一些证件 然后填一个申请表 成为这个我们的会员办理一个借书证 借书证只是两块钱 而且是永远永久性的 嗯 所以说是公众都可以看得到 只要是我们华人就是说感兴趣的话 他们都可以借得到 对 每个人都可以去借书 嗯 没有限制 嗯 那我想说除了就是我们文化中心啊 提供给大家这个有图书馆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 那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 每个州呢都会有这个文化中心的 都会有一些活动啊 那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这些活动都有哪些呢 嗯 好 那么这一年多我们开展了 基本上是无数次活动啊 嗯 最近最近一段时间呢 就是说新年刚过 我们开展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 比如说啊 我们开展了一个诗词吟诵音乐会 嗯 还搞了一个盆景展 嗯 那么还有易经的讲座啊 还有这个青年的心理咨询方面的讲座 都引起了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那么在三月份啊 啊我们还即将开展的活动 包括啊 嗯 就是啊 包括这个 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个论坛 嗯 包括这个墨家思想与侠义人生这样的一个讲座啊 国家川先生将为大家讲解这个墨家思想 嗯 然后另外啊 还有这个 在四月份呢 我们将会有 查到的这么一个演示与讲解的这么一个讲座啊 另外呢 我们针对清明节 还有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小型的仪式 这么一个小的庆祝啊 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另外呢 在今年的八月份 我们还要搞一个大型的古证音乐会 嗯 这个古证音乐会 我们已经租好了场地 是在啊 啊 Occowell和密沙加交界的地方 1700人的场地 我们有一个大型的中华民乐的啊 音乐会 嗯 另外呢 就是说啊 在这一系列活动之外呢 我们还有还设了一个最新推出了一个常规的活动 那么就是啊 就是每周一晚上的这个教育沙龙 嗯 关于教育方面呢 我们想针对这个教育要投入一些力量 然后帮助这个海外的华人家长们 然后去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把他这个跟孩子的这个关系 把他理顺 那么教育沙龙是由古亚川先生来主持的 每周一他都会在那边主持这个教育沙龙 嗯 我想请古亚川先生来具体介绍一下 好 那古先生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这个教育沙龙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好 那个 文化中心呢 是我们华人的一个精神家园 嗯 那我们华人呢对这个教育一贯是非常关注的 尤其是在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背景之下 没错 如何传承我们华夏的优秀文化 嗯 如何跟当地的这个优秀的文化进行交流 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没错 那我们呢就第一代移民在这里呢 的确自己也有很多困惑 嗯 而小孩子呢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里面在成长 嗯 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沟通 对 需要交流 那我们把这个呢就当成一个家长交流的一个平台 嗯嗯 那我们的目的呢是能够做好是说 结合两种优秀的文化 打造一个双核的一个机制 嗯 这样的话有利于小孩子下一代健康的成长 嗯嗯嗯 那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 是提供给家长这样一个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就是说给家长啊 或者是给一些这个 呃我们呢就古真啊 您刚刚也提到了古真的音乐会 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茶道的就是活动啊 那都是就是就针对的年龄层次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范围呢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新文化中心 有没有给老人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 哦 文化中心的针对对象呢 基本上是各个层面的 嗯嗯 呃我们呃在这些讲座呀 呃这些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了这个中老年啊 这个主要是考虑呃中老年这个呃对象比较多 嗯 关于老年人我们尤其是每个月基本上都有一次健康方面的一个讲座 嗯嗯 比如说以前啊杜一生曾经 杜建华一生曾经讲过啊 啊道与中医啊 另外还有节日期间的这个饮食健康问题啊 另外就是他说他还讲过一个基住人体的基住在这个健康上的这个重要性啊 另外呢就是说嗯 呃在今呃在三月份我们还有一次健康方面的一个讲座就是由一位啊生物反馈理疗师啊 温迪珠珠珠文理老师她会给大家讲一下啊修复潜意识开启正能量 嗯 这么样一个把健康与能量相关的这么一个讲座啊 其实这些健康方面讲座其实老年人来听的还是蛮多的啊 嗯嗯 他们是非常喜欢这样健康的这个topic 嗯 嗯 对就是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今年首先就是说对这个青年人设计了一些主题 比如说我们刚刚进行的这个啊情绪情商啊对青年人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啊 是由这个著名的资深的教育家雨露老师来讲解的 嗯 是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嗯嗯 那看来我们的这新文化这个新天地文化中心的活动还是包罗万象呢 而且是面临各个年龄层次的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大家呢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新天地文化中心的一些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通知 或者是在哪里能够得到这样的资讯呢 文化中心有一个网站就是www.xtdcc.ca 嗯嗯 这是我们的网站我们任何的活动都会在网站上发出通知 嗯 是包括啊三月份的活动日程表在上面会有这个链接啊 啊大家可以下载可以去浏览啊 呃啊 按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参加嗯 嗯 我另外要提一点的就是说啊 呃 呃 现在我们要开一个新的学习班就是益晶学习班 益晶作为一部中华的这个宝典哈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部书 嗯 我们要在每周四晚上开一个益晶学习班 也欢迎大家到网站上浏览这个益晶班的消息 嗯 然后可以报名参加 好的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 新天地文化中心的负责人 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个三月份 以及之后五四五六月份的一些活动 那也是非常的这个多姿多彩包罗万象 那如果是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去www.xtdcc.ch 去了解一下活动的一些详情 对不对 那也非常感谢两位 可以给大家的这个 就是在我们多伦多生活的华人 提供了这么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 活在五点的嘉宾访谈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观众 再见